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彭博引述消息,美國華府就中資企業 協助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這件事 就要與北京方面做一個對質 竟然出現了這樣的新聞 我們一齊看看到底他們今次的內容說什麼 為什麼有這麼強硬 還不是與北京對質這麼誇張 開始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先 根據彭博引述消息報導 就說拜登政府已經向中國方面提出相關證據 指控部分中國國企可能現在 在援助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方面的事 亦都試圖去確定北京方面是否知情 而根據他們所報導的消息所講 中國國企提供的協助 只是涉及非致命性軍事和經濟援助 就沒有去好全面規避美國和他的盟國所去實施的制裁 而這名知情人士亦都在彭博方面指出 這個趨勢令人擔憂 還說華府就向中國的官員提出這件事 亦都是警告為戰爭提供物質支援的後果 知情人士就沒有提供雙方會面的細節 而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和中央情報局 都是拒絕就這個消息發表一個評論 而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亦都未有回覆相關的查詢 而報導所指就算資訊不明確 而且仍然存在爭議 美國官員亦都在講講 同意中俄關係現在非常密切 而中國在支持俄羅斯方面所做的事比以往更多 而有熟悉美國華府想法的人士就講緊 將中國國企的活動描述作故意協助俄羅斯進行政爭 但未有詳細說明 政府方面可能是要拿些證據出來支持這個觀點 報導亦都講緊現在美國政府在這裏審查所獲得的數據 證據去確定重要性 如果發現真是有中國企業去支持俄軍去入侵烏克蘭的話 就將會令到中國同美國方面的關係再進一步更加緊張 甚至乎可能是會有相關的制裁出現 去制裁這些去幫助俄羅斯的企業的 那今集的內容大家怎看呢? 下邊留個言啦! 我們就下集再見啦!拜拜!